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类的发展的一个历史 它就是一个能源的利用史 但是我们现在我们所拥有的煤炭也好 石油也好 这样的化石能源已经是越来越少了 而试图运用的像风能 潮汐能 太阳能这样的人员 它又不够稳定 所以说从基础上或者从科学理论上来讲 未来可能核能才是能够解决我们整个人类发展 能源问题的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 第一个原因是核能它所能够提供的能源的量级 要比现在的化石能源 煤炭或者石油 它可能要大几万倍 它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概念 第二个它能够提供能源的功率 密度也非常大 太阳能虽然它也能够提供较多的人员的量级 但是它的密度太低了 我们知道太阳能我们要把它通过光伏发电板 转变成这样一个电之后 而电的现在存储的量又是非常低的 而且它很不稳定 白天天晴的时候多一点 天音时就会少一点 那么这个短期它可能成为一个清洁能源一个补充 但是很难成为人类的一个终极能源 那么终极能源就只能够利用核能这种方式 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 也就是人类认识和征服自然的历史 大概可以分为这五大阶段 火的发现和利用 蓄力 风力 水力等自然动力的利用 化石燃料的开发和热的利用 电的发现及开发利用 原子核能的发现及开发利用 人类消耗的能量难以估算 而且增量迅速 根据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估计 人类光是20世纪里消耗掉的能源 就占到之前一万年消耗能量的三分之一还多 所以能源问题一直以来 都是困扰人类发展的一大瓶颈 地球上的石油 煤炭 天然气 到底还能供人类使用多久 这是一个争议的问题 然而不管能用多少年 它们都是不可再生能源 用一点 少一点 因此一直以来 人们都在寻找替代能源 核能源是目前为止 科学家发现的 唯一能够大规模替代化石原料的能源 那么核能技术它的原理是来自于 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 那么大家在中学期 可能都学过爱因斯坦的加异相对论 它推出一个非常著名的公式 叫做1等于mc的平方 其中1是能源 m是代表物质的质量 c代表光速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物质的质量跟能量 是等同的东西 那么我们如果物质消失了 它会转换成等同的能量 同样的能量如果消失的话 它也会变成相应的物质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式 那么有了这个公式之后 很多人就开始想 我怎么利用这个公式 获取更多的人源呢 换句话说 我们地球上的每一个东西 它其实都可以是变成能源的 就像我们 我现在就面前这个纸这个桌子 它如果转换成等量的能量能源的话 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证明了能量和质量 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100斤的瘦子 正在以接近光速的速度 玩命奔跑 随着它越跑越快 这时它的体重 也会变得越来越重 因为使它加速的能量 转化成为了它的质量 相反 一切拥有质量的物质 也都蕴含着星人的能量 能量通过消耗质量而产生 目前最常见的火力发电 是通过燃烧煤炭 产生能量进行发电 如果把燃烧煤炭所产生的能量 比作一 那么核电站通过原子能 进行核裂变反应 就是烧煤所产生能量的 250万倍 而太阳内部产生的 核聚变反应 则是烧煤所产生能量的 2000万倍 可就算产生如此大的能量 也只消耗了原子质量的 0.7% 难以想象 我们身边的物质 到底蕴含着多么大的能量 当然这个转换的过程是比较难做的 那么有两种方法 一个叫做核裂变技术 一个叫做核聚变技术 那么这两个技术 就中国以前都是很落后的 但目前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中国在这两个技术上 已经站在了世界的领先的位置 那么说到核裂变 其实人类最开始利用这核能技术 一开始是用在军事领域中 核裂变就是原子弹 核聚变就是氢弹 核裂变主要是利用这个U这个元素 比如说现在主要用的 比如说像U238这个元素 它在裂变的时候 比如1000克的U238裂变的时候 所产生的能量相当于2500吨煤 那么油脂隔键 它背后所隐含的价值有多大 那么氢弹称之为叫核聚变 它是两个原子靠近了之后 就是说核裂变是两个原子分开 分开之后它会损失一部分质量 这部分质量变为能量 核聚变是两个原子靠近之后 那么它克服了它原子之间 我们称之为叫强相互作用 那么克服了之后 它也会损失一部分质量 而这部分所放出的能量 要比核裂变要大很多倍 比如说我们现在常用的核聚变的方法 用的是水中的轻的两个同位数 一个叫刀 一个叫川 所以说根据目前的公式计算 就是一升的水中所产生的 刀和川的聚变的话 它所产生的能量 相当于300升汽油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海水中的 轻的同位数 这两个元素做起来的话 够我们人类使用40亿年之多 所以那么由此可见 这个核聚变它所蕴含的能量量级 要远远大于我们现在的化石能源 也远远超于模型的太阳能 核聚变的发生 要比核裂变要难很多 它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个叫温度非常高 第二个叫压力非常的大 我们太阳上其实就是核聚变 我们所有的星系中的恒星 它之所以一直在不停地燃烧 它就是一种核聚变的过程 只是太阳由于它的压力非常大 因为太阳质量很高 所以它的引力是非常强的 所以在太阳上 它只需要2000万度的温度 就可以发生核聚变 但地球上你是做不到 这么大的压力的 那就只能提高温度 所以在地球上 你要发生核聚变的话 需要1亿度的这样温度 那么氢弹的原理 就是利用原子弹 原子弹爆炸的时候 产生的高温和高压 来引发核聚变 就是先有核裂变 再有核聚变 这样引发之后 那么你才能够 引发这样的原理 后来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之后 更多的核热的技术 就开始转向民用 那么第一个就是 用核裂变来做核电站 对吧 核裂变最早的技术 比较先进的是法国的技术 但是现在第四代的核能技术 核裂变的技术 因为最先进的应该是 中国的技术 很多人都认为 核裂变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 但事实上它危险 它来自于两个 第一个是它的一个衰变 那么它里面的 U238的衰变之后 它会产生很多放射性的物质 而这些放射性的物质 它会一直留在大气中 它可能要经过几万年 甚至几十万年之后 才能够全部衰变掉 核辐射对人类的健康 是有巨大的影响的 所以这就是核裂变的一个问题 在核裂变领域中 中国也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进展 去年6月份的时候 中国宣布 就是说它有个叫先进核能系统 它里面其中对乏燃料的处理 有了巨大的一个突破 这乏燃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的核裂变 其实它的利用率只有1% 它只有99%的东西都是废掉的 我们就是说 而这99%的呢 它又会产生大量的 这样的一个核废料 对吧 所以它这个原理就是说 它是一个核废料 安全的一个处理技术 就是说通过一种中子的 制止操导加速器的 这样的方式 那么我们就是说 就是核燃料 它利用率从1% 可以提高到95% 而它以前需要3万年 才能够衰变完的核燃料 它的衰变周期 就会降到百年 如果随着未来技术的 更加进步 它衰变周期 可能会进一步缩短的话 那我们现在的很多 核燃料的问题 可能就迎应而解了 所以这项技术 中国已经获得了 初步的结果 那么按照中科院的计划 可能10年之后 它会进入了商业用途 那就意味着 我们目前核裂变技术的 核链站 将会变得非常的安全 并且我们以前的那些 不安全的那些 保留下来的核废料 我们可能再次应用 包括我们曾经有 很多的原子弹的核弹头 我们都可以把它拆下来 进行重新的民用 那么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技术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核裂变技术 它能源的量级 还是不够的 我们要真正实现 冲出地球 冲出太阳系的话 我们还需要核聚变技术 因为核聚变技术 它能够提供的 能源的量级 实在是太大了 前几年有一本 非常火的科幻小说 叫《三体》 是中国人写的 这本小说 影响力非常大 它里面提出了 很多科幻方面的技术 比如说 后来人类之所以 能够冲出太阳系 它用的叫做 就是核聚变的发动机 然后通过 无工制的发动机 这样的方式 全世界的核电站 都是采用核裂变技术 来进行发电 核裂变发电 需要使用油 布等辐射量大 半衰期长的重元素 作为核原料 此类原料具有成本高 风险高 回收困难等明显问题 不过现如今 世界各国正在研制 使用清洁环保原料的 核聚变技术进行发电 核聚变技术具有 原材料充足 污染小 效能更高等优点 该技术如果成功实施 将会给人类的生活 带来巨大改变 那么这核聚变技术 如果说能把它变成民用的话 那无疑会给大家带来 更加无穷无尽的人员 而核聚变还有一个 非常大的好处 它是非常安全的 就它一旦出现了问题 它会自动地关闭 它不会出现爆炸 或者说核泄漏 这样的事情 它是非常地安全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它是非常清洁的 所以说这个是人类 一直在知之以求的一个项目 中国也在启动这样的项目 对这样的项目 有个通俗的说法 叫做人造太阳 因为核聚变就是太阳的 这种运行模式 所以我们在地球上 重建一个跟太阳 一模一样运行模式的东西 那我们不就是 在造个小太阳吗 对吧 如果我们能够把 核聚变的这个技术突破的话 那我们现在这个上到月球 上到什么火星 那些地方 都会非常地简单 但是可攻核聚变就是说 非常难 就是说我们在太阳上 只需要2000万度的高温就可以了 但在地球上做不到 它必须要上异度的高分 那么才有可能能做这样的事 那我们怎么解决呢 所以它的难点有两个 第一个 我们如何瞬间能够实现这样的高温 第二 如何能够保证 这样的高温能够一直持续 那么这个第一个问题 一般采用高能激光的方式 我用一个高速激光 我瞬间的能够点燃这个巨变的材料 就是说目前的美国的国家电火装置 和中国的神光三号 都是采用这样的方法 那么点完火之后 你达到一亿度高温是可以的 那么我怎么能够持续地保持这样的温度 因为其他的材料 很快就被这一亿度的高温就烧化了 对吧 那么我们采用方式呢 就通过现在科学家想的方法 用磁场来约束 那么这个叫做托卡马克装置 2017年7月 我国的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东方超环 在全球首次实现了 稳定的101.2秒 稳泰长脉冲高约束膜等离子体运行 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为人类开发利用核聚变清洁能源 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 东方超环高11米 直径4米 重达400吨的大科学装置 是我国第四代核聚变实验装置 它的建设目标 是对受控核聚变相关的前沿物理问题 开展探索性的实验研究 为未来稳泰安全高效的先进商业核聚变 提供物理和工程技术基础 由于核聚变的反应原理跟太阳类似 所以也被称为人造太阳 在聚变领域 人造太阳项目正有条不紊的进行 涉及30多个国家 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合作工程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规计划 正在多个国家进行 预计本世纪中叶可获得 能提供人类使用百亿年的核聚变能源 那么通过马格装置 就是利用超强的磁场来约束 而这个的 这是个聚变材料 在磁场中在高处的运转 那么这样它就不会触及到周围的容器 对吧 这两条路又是一个非常的接触的 如果是静止状态的话 你点火是容易的 但是也不容易被保持住 但你如果在高速运动中的话 它可能这一亿度的高温 它不会把这个炉子烧穿 但是你想点它火又非常困难 所以这就是可控核聚变 如此之难的原因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说 做这些冷聚变 不需要这么高的温度 但是从物理学的原理上来讲 冷核聚变可能这是个在想吧 恐怕也是比较难操作的一件事 那么目前全世界做到什么地步呢 应该说只触及的第一步 就是说我能够把点起来 然后烧一段时间还做不到很长 目前能够做的时间最长的 就是叫East这个装备 是中国做的一个大科学工程装装置 实现了100秒左右的持续的放电 当然你真正的使用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我们要长期做的话 连续烧很多年对吧 并且你还要保证你的输出的功率 要大于输入的功率 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 就是说可控核聚变是人类文明 真正能够突破地球 走出太阳系 甚至走到银河系的一个 目前来看唯一的一个技术 那么还有没有比核聚变更强的技术呢 那就是反物质技术了 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是有反物质的 我们目前世界是正物质 反物质这两个物质淹灭的时候 它的质量是百分之百没有的 我们核聚变其实只是损失了一部分质量 大概百分之十都不到吧 那这部分质量转变的能量 那么如果是反物质淹灭的话 它是百分之百全部变成能量了 那么那个就是更加夸张的技术了 我估计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也看不到这样的技术出现了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核能技术的一个发展 核聚变技术比较科幻 核裂变技术呢 目前是已经在实际运行了 特别是中国在第三代的核电弹技术上 世界已领先的 在第四代的号称叫巡舵队这样的技术 中国现在也是世界领先的 包括中国已经做了很多的 小型化的核电技术 我们知道在航母上 现在有核动力航母 有核潜艇 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些小型化之后呢 那么可以做一些更加的 比如说给海上的舰船啊 做一些补给啊 包括现在中国还正在建造 移动式的核电站 就是一个大型的海上充电宝吧 中国有很多的岛屿 这岛屿上太小了 你也不可能去建发电厂 你如果通过太阳能封能的话 那个层面又太高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如果拖一个移动的核电站过去 接上充电就可以了嘛 所以中国在核电源这方面应用 应该说已经是世界领先的 包括中国的核电技术 已经成为高铁技术之后 走向全世界 走向一带一路的重要的技术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 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的原因 那么在核能这个领域中 中国因为已经有了 比较先进的技术 那我们知道像法国 大概有80%的电力 是来自于核能 那么美国大概有30% 中国现在可能也就10%不到 所以未来在核能电力的构成 这个领域中 我们相信核能的话 会占有越来越大的一个比例 那么与这个核能基础 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 相关的一些科研机构 那么其实也是蛮多的 如果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 爆发的政党的市场的话 那么在这个领域中 我们也会找到很多的 这样一个投资机会 核具变技术是中级能源技术 我们估计在30年之内 也很难看到它真正商业化吧 但我们希望能够有一天 能也能听到这样一个 突破的好消息吧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 人类文明的一个发展历史 就是能源的使用史 人类的文明 还是一个非常弱小的行星文明 我们人类还是非常弱小的 我们只能匍匐在地球 这样一个比较平级的星球上 在整个宇宙中 像地球上的星球太多了 那么如果我们试图能够离开太阳系 甚至离开银河系 那么我们一定需要有大量超强的 能源的这样使用技术 就是我们期待我们科学家 能给我们更多的好消息吧 好吧 今天我就跟大家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